中国文化 维系着三股相当重要的力量 第一就是孝道 而延续孝道的精神 就是祠堂 祭祀祖宗的地方 常怀这一颗感念祖宗 感念先人的这一份报恩行 把孝道承传下来 这个是祠堂叫孝 孝道是叫伦理 孔庙是叫仁义道德 所以这个社会现在最缺伦理 最缺仁义道德 是因为宗庙的效用 宗庙所产生的教化的作用 现在越来越微弱了 现在小家庭根本都没有宗庙了 这一份孝道的延续 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像以前大家庭 几十口人几百口人 在祖宗的灵前 可能两边还写着 祖宗虽远 祭祀不可不成 子孙虽语 经书不可不读 而所有的经书 最重要的教导的德行核心 还是从孝道出发 祖宗虽远 守祭祀之礼 饮水思源 不能忘了祖先 不能忘本 离者报本凡死 不忘其出言 这个时候人不忘本 就厚道 厚道就善良 人跟人就和睦了 现在祭祀越来越被忽略了 人没有感念主德 只想着眼前的利益 偏离礼教 一重力 争夺就产生 所以老子讲 知常约明 知道做人的常道 天地的正道 就是明白人 不知常望做凶 不知道常道 自己所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带给以后自己的凶灾 但自己不知道 当一个人 时时会感念 假如没有父母 假如没有祖宗 就没有我 他时时能够饮水思源 人心就非常厚道 所以孔老夫只说 圣中追远 明德归后 当我们在祭祀父母 祭祀祖宗的时候 也要尽心尽力 也做好榜样 给孩子看 古代的祭祀很有味道 在古籍里面有提到 父为大夫 子为士 父亲当大夫 孩子只是一般的士人 葬他的时候 葬以大夫 因为他当大夫 所以葬他的时候用大夫理 祭祀的时候用士人力 因为一个人在这一生 最大的贡献 对社会最有帮助的 就是有好的下一代 所以他下一代 只有士人的成就 所以祭祀只用士人 那假如 那假如父为士 子为大夫 葬他的时候用士人的礼 但是往后祭士 用大夫的礼祭祂 因为他替社会培养出了一个大夫 这是他的功劳 所以中国人念念所有的礼 都表发表圣中追缘的态度 所以我们去了解 古代老祖宗所留下来的礼 我们内心会非常佩服 非常感动 圣中追缘 就是不断地懂得知恩报恩 对父母对祖先 那当然人心就厚道 而我们在延伸开来 一个人处世 他能追缘 那他富贵的时候 他都不忘记 当初他失落的时候 曾经给他鼓励 给他支持的那些朋友 他决定一发达了 去报他们的恩 追缘 有这样心境的人 不只念祖先的恩 念一切人的恩德 他不会忘记 这人心很厚道 韩姓当了大将军 当初那个妇人 送他一碗饭 他都念念不忘 所以能圣中追缘的人 受人点滴之恩 都怎么样 永全相报 圣中的人 他对父母非常恭敬 念恩 以至于 他这个恭敬的态度 他会延伸到一切处 比方 他今天使用公共的用具 他要圣中 因为后面有人 还要在用 他就不会随便 他很恭敬 我们假如没有这种 圣中的态度 我们一使用过了 东西都没有放回原处 接下来的人 他就很麻烦 他找不到了 一体万用 人这种恭敬的态度 谨慎的态度 他会用在一切处 包含今天 圣中一个缘分 缘具缘善 天下无不善之宴席 可是这个缘分 要结束的时候 圣中的人 他会想 我有没有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团体 推荐人才 或培养出人才 有后的观念 先灵 祖先之灵眼 凡兵念无礼 沮丧无至 安葬不俗 斋济不沉 拜扫不勤 慈庙不整 香火断絮 皆亲蔓延 这是举出了这几个例子 夫 谁远目本 岂敢何望 若与此有时 不知其何也 末后的一句 是无尽的感叹 那么这些话 在中国文化里面 是主流 是核心 从前的中国人 观念当中 见一切人都是好人 一切死都是好死 所以根本的观念 在记住 爱父母 敬祖先 中国人呢 迎谁以思远 我们有个根 有个本 这个根本 是远古的祖先 几千年几万年 我们这一末 从哪里来的 对这个非常重视 像一棵树木一样 我们一个身 好比是树上一片树叶 我们要寻根 这叶从哪里来的 这叶烧生的 树烧生的 烧从哪里来的 从枝来的 枝里头长出来的 枝又从哪里来的 枝从干里头来的 干从本里头来的 本从根里头来的 寻根啊 然后才知道 整棵大树 是一个 所以佛在 大臣经教里面告诉我们 虚空发迹 一切众生 跟自己一个身 整个大树 就像是发生 我们这个身 是这棵大树里头的 一片树叶而已 这一片树叶 跟整个大树 是一体不是二体 我们称这个大树 在佛家里面 称为发生 受访三世佛 共同一发生 一心一智慧 佛才把根源找到 所以经上常讲 撤发地缘 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知道人与人 人与一切众生 是什么样的关系 中国人讲到爱人 佛法讲到一切众生 不是我们这一个世界 尽虚空变法界 无量无边的世界 一切众生 跟我们同一个根 同一个本 根是什么呢 佛法里面讲的心 本是什么呢 本是佛法讲的实 华言上讲的 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 为心所信 为时所变 这个心跟实是根本的 所以中国古里里面 五里第一条 祭礼 祭祝祖先 爱祖先 千八年的祖先 你都那么敬爱 现前父母 哪有不孝顺的道理 孝道从哪里建立的 孝道从祭祀上建立的 今天人 不孝顺父母 祭礼 祭礼失掉了 他怎么会 孝顺父母呢 祭礼是 父母做榜样 做孝顺的榜样 给下一代看了 意义非常非常重大了 老人 自己父母族父母 都已经过世了 你说你孝顺 你的儿孙 他没看到 他从你祭祀上看到 摘戒沐浴 祭祀先灵 他的效果 父子说得好 您得归后 效果是 助长社会 醇厚的风俗 这个社会 才有安和落力 人民才有 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是眼前的效果 深远的利益 无尽 我们在整个佛法里面看 孝道达道 究竟圆满 这个人就成佛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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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可行